誒是說各位 你們覺得我要去剪什麼髮型啊 我的頭髮應該已經夠長了吧還是不夠 我感覺我已經純得差不多了誒 我從不可能一輩子戴帽子吧 我已經就是平頭 沒必要啦 創造歷史 IMPECT成為LCS賽區出場次數最多的選手 哇 也太搞笑了吧 一個韓國人 成為北美賽區出場次數最多的選手 出賽數達到630場 我記得我之前有問過大家一個問題 你們覺得IMPECT在北美待那麼久賺的比較多 還是FAKER在韓國賺的比較多 我自己覺得如果不算代言的話 純看薪水IMPECT應該是屌打FAKER 但如果加上代言那些 可能FAKER會超過一些 目前確定得到世界賽門票的好像只有兩隊誒 GENG跟G2已經確定有了 啊對啊可以給大家來看一下 G2跟FANETIC公開夏季訓練的安排以及戰績 呃前面開始輸比較多 然後開始一直連勝 喔一直贏一直贏一直贏 喔這邊也是贏多 最後竟然輸給BDS2隊 這什麼東西 這故意的吧 G2很陰險耶 他27號要來BDS 然後他25號跟BDS練 26號跟BDS2隊練 他只要跟這兩隊練都可能會被禽收 所以他直接瞎幾巴玩 通常可以約到隊伍的情況下 還是會想辦法約別隊 但是我真的約不到的時候 還真的有可能會發生跟對手練的情況 只是很少啦 那如果真的跟對手練也不會選一些自己擅長的東西 可能就真的是瞎玩 甚至打完都不太檢討了 公開團練戰機的用意是什麼 歐美幽默BM嗎 我覺得啦 歐美公開戰機 這個是亞洲隊伍絕對做不到的事情 大家可能覺得這是機密什麼的 但老實說 這個公開戰機啊 他的另一個層面就是他告訴你的粉絲們 你的練習量有多大 你平常都跟誰練 促進你跟粉絲之間的一個交流嗎 那第二個點是 其他戰隊也會看一下你平常跟誰練 然後比對一下他們平常跟誰練來決定說 未來可不可以找你們練 然後跟你們安排的時間怎麼樣 我覺得其實你說壞處嗎 老實說啦 亞洲隊伍都會覺得說這個是一個情資上的洩漏 可是呢 你仔細思考一下 知道對方的團練勝敗又如何 你知道了又如何 你能幹嘛 你又不知道他裡面團練的內容 你又不知道他的選角 你又不知道他的打法 那你就純粹知道一個勝敗有差嗎 對不對 而且這還是比完賽後欸 如果我在比賽前丟出一個什麼 他媽的我十幾連敗的 別人可能還會覺得 喔他現在狀態不好 我現在應該有機會贏喔 然後製造出一種信心 那這樣可能不好 但是通常都是賽後啊 對啊 沒什麼不好公開的啊 這就是歐美隊伍跟亞洲隊伍的差別啊 這也是為什麼歐美隊伍啊 跟粉絲比較接近的原因啊 那粉絲就愛看這種東西啊 對吧 你看他們團練是幾乎每天都約滿的欸 有沒有看到嗎 一直約一直約一直約 是的 但對方也不一定願意被公開吧 你講的沒錯 但人家是G2啊 人家公開了 你不爽 你以後不要跟他約啊 你敢嗎 你是一個歐洲隊伍 然後一個歐洲最強的隊伍 這樣子 你敢拒絕嗎 你敢以後不跟他約嗎 不太可能 對啊 主要是你也沒有簽約說什麼 團練不能公開 怎樣的 我跟你講 底線就是團練內容不能公開 勝敗而已沒什麼 啊當然啦 不排除他們有問過啊 對不對 我們在那邊講那麼多 不排除他們實際上是真的有問過說 能不能公開的啊 只是我們又不知道 而且他也沒必要特別講啊 Fanetic的 哇幾乎也是練滿耶 Fanetic 團練 贏了24次 平手兩次 輸7次 113勝 54敗 勝率 68% 韓網熱議 Faker 生涯15元 隊友怎麼選 喔 又有新花樣可以選了耶 各位我們先選Faker好了 15年的Faker 88場比賽裡面選了25隻英雄 維克特伊澤 哇這個是中路演樂版本耶 15年 總計 71勝17敗 80%勝率 這一年的中路 應該算是一個法師版本吧 對不對 欸這個挖夫是那個吧 打一個東南亞隊伍的時候玩的 然後還有咧 18年 我們一年一年看啊 是家裡有五把那一年嗎 52勝53敗 這年這麼慘喔 2018年 欸好 欸等一下各位 我把這個 具現化啦 這樣到時候你們想玩之後 可以直接複製我那個好不好 等一下各位 我有沒有辦法寫一個公式 讓我快速的知道 這個選手那一年的勝率怎麼樣啊 我應該是能寫出來的耶 可以現在看我表演啊 好 好啦各位 終於可以正式開始玩啦 抱歉啦 我太沉浸在這個 做Excel裡面了 然後我們這邊 不能超過15元嘛 對吧各位 就一開始 我想要直接先把一些刪掉啊 我想要選一個好的中野組合啊 來我先確認一下 21年的A名表現怎麼樣 很一般耶 我覺得打野非常重要啊 單調 看一下owner 21年owner 老李這麼猛啊 15年的Bengi 哇超猛 17年的Peanut呢 感覺沒有Bengi強欸 16年Blank 欸我想來想去 打野只能選Bengi欸 對不對各位 我感覺 這幾個 都還好 然後如果我都選15年Bengi了 我感覺15年Faker也要跟著拿 這樣子我只剩下5塊錢欸各位 代表上面5塊錢的我都不能選了呀 然後4塊的我也不能選 我就只能113 對或者是221沒錯 我蠻想選impact的 欸好像可以欸 我上路選13年impact 然後下路選18年Beng加18年WARF 哇操 來來來來來 先看一下impact的數據 賈克斯跟鬼一樣 動動動動動動 那18年Beng呢 依則法洛士 欸不過下路就選組合的嘛 對啊不然我們還能怎麼選 我想一下啊 反正有幾個人我都要先化掉啦 康娜跟Utara我都不是很想選 Piglet 我對他沒什麼見解啦 但我也不會很想選 F我也不是很想選 好那我們能選的 就只有檯面上這幾個 康娜戰績如何 可以看一下20年康娜 欸這年他老扛了啦 他這年玩的還行老實說 不然這樣子啦 我們可以再開一局 就如果我們要以上路咒斯啊 為基準組隊的話我們要怎麼組 中路 是不是18年Faker不錯喔 18年這一年啊 Faker玩的蠻多加里歐的 然後雷茲塔利亞也有玩 就這種資源型的他能玩 我覺得算不錯啦 把整個預算給壓下來 可是18Faker的話 就要配一個野河打野了 17的Peanut不錯對不對 17的Peanut這一年 葛威夫跟老李 17年上都是忽尼嗎各位 是OKOK好 對啊Peanut以前會幫上 好那就Peanut 我讓下路只能用6塊錢 組成一個隊伍欸 15年的Ban也太猛了吧 23年的姑媽呢 也還行齁 20年的機長呢 我覺得機長不是那種 打線特別優秀的人 機長算是能前面自己玩的人 確實啊機長加Carrier這樣還不錯 你們覺得20年Teddy加Carrier比較好 還是18年Ban加15年Wolf 15年的Wolf數據怎麼樣 還是18年Ban加15年Wolf 欸不行欸 感覺這個角色詞不是來打 這下路好像就還好 這個下路遇到現在的生態 應該是玩不了的 欸好像只能Carrier對不對 看是要18年Ban還是 43341感覺還行 算了我們這個先留著 然後我們再開一個 43341 19年的Faker 確實還行 然後麗山卓加Owner的老李 好像有說法齁 欸確實欸 這個版本是中野聯動版本 麗山卓超多 阿卡莉 勒布朗 然後這樣就可以專心幫上 然後下路的話要穩住 OK 我放心對吧 阿Wolf 18Wolf怎麼樣 偏防守型的英雄啦 不過應該還行吧 反正Wolf一直以來打 線都沒有打得特別激進不是 好啦 我們就自己組了三個 T115元陣容阿 有機會之後再玩別的版本的 是說我感覺 每次都會有人想要 跟我要這個Excel阿 這一套阿 我會到時候整理出來 給大家複製阿 如果想玩的話